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魏娜 乌镇是不是很漂亮呀 是啊 你知道乌镇的历史有多长吗 这里古乡古寺的 我再有五百年吧 嗯 乌镇的历史啊 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天哪 这么古老的小镇 是啊 在中国呢 有十大魅力小镇 乌镇就是其中之一 你看 这里的房屋都建在水上 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江南水乡的模样 生活这里 在这里真舒服 推开窗就能看到什么还有小船 是啊 这让我想起了唐朝诗人 伪装的一首诗 菩萨蛮 菩萨蛮 伪装 人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和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 话传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 好万宁霜霜雪 为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我听懂了第一句 人人都说江南好 是啊 诗人在诗的前几句说 人人都说江南好 游人们都应该在江南带到牢去 春天江水绿绿的 比天空还好看 下雨的时候 游人们可以在船上 听着雨声入睡 哇 那已经舒服起了 是啊 维娜 看着这美丽的风景 和我一起读一读这首诗吧 好的 菩萨满围装 菩萨满围装 人人尽说江南好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和江南老 游人只和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 春水碧于天 华船听雨眠 华船听雨眠 卢边人四月 卢边人四月 浩万宁霜雪 浩万宁霜雪 为老莫还乡 为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还乡须断肠 读得真不错 威娜 谢谢老师 菩萨满围装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和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 华船听雨眠 卢边人四月 浩万宁霜雪 为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威娜 你看乌镇的房子有什么特点 都在水边 是啊 乌镇的房子都是面朝着水 背靠着水 这里还有一种江南水箱的特色建筑 叫水阁 下面都有窗 推开窗 就能看到河水的风光了 这屋子就像一直停着的船 真是坏船听雨人 是啊 在这样的屋子里睡觉 像不像枕着枕头睡在水上 还真有这种感觉 所以乌镇又被称作 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 枕水人家 这个名字听起来和乌镇一样美 中文字幕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这些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些是染好以后挂起来晾干的布, 是给布上颜色。 对,这种布叫蓝印花布, 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是传统的工艺精品。 乌镇就是蓝印花布的原产地之一。 一千年前就能染出这么漂亮的布, 真了不及。 那它们是用什么来染的呢? 是一种名字叫做蓝草的染料,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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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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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样对这种传统工艺感兴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到这儿 我想起乌镇的一位名人 叫沐昕 他写过一首诗 诗里有几句是这样说的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 马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听起来真烂漫 是啊 威娜 你现在还会写信吗 手机这么方便 都是要写信了吧 是啊 以前没有手机和电脑 人们都是通过写信来和远方的亲朋好友联系的 老邮局就是一个见证 虽然有时候等上一封信要等很久 但是人们看到纸上一个一个手写的汉字 心里还是会觉得特别温暖 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写信 可以啊 我们一起买一张明信片 你继续回学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你看 这间还有很多现代店铺 我们都可以用手机支付 而且近距离有外贩 上网比较方便 我觉得这个小店看起来古老 生活方式却很现代 威娜 你知道吗 乌镇已经实现了无现金支付 现在无论是住宿 吃饭 还是日常消费 只要拿着一个手机 就可以在乌镇尽情游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古老又现代 这样的乌镇正有魅力了 既古老又现代 威娜 你的这句总结真是太到位了 正因为如此 乌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到这来旅游度假 甚至开会 开会 对 2014年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就是在乌镇举办的 而且从那以后 乌镇就成为了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 好 乌镇 正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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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题 请听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简单了 大家都答对了吗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了 同学们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